苹果今年若推5G手机,英特尔晶片将供应不及,采联发科晶片的机会将大增。 无为联发科第一颗5G多摩数据晶片M70,首颗5G单晶片也预计年底推出。 图取自联发科部落格英特尔5G晶片开发受阻,苹果封手机5G数据机晶片孔面临断吹。 外电报道苹果5G手机因数据机晶片供应商开发不顺利言推出,英特尔高层主管坦言,若苹果今年仍计划推出5G手机,将无法提供苹果5G数据。 据机晶片协助,此将使得台厂联发科2454打入苹果供应链机会大增。 据路透社报道指出,苹果很可能今年推出支援5G功能手机,但5G数据。 机晶片供应商英特尔恐跟不上苹果脚步,新年无法提供5G数据机晶片。 机晶片供应商英特尔网络晶片事业高级副总桑格拉里弗拉表示,新年会出货5G数据机晶片的样本给客户,但可能要等2020年市面上才会出现消费性产品。 过去苹果方手机数据机晶片都由高通独家供应,然而双方因专利诉讼官司交物,苹果开始分散供应来源由高通,与英特尔同时供应并交由台积电生产。 2018年开始,新款风手机全数交由英特尔供应,地脚踢开高通。 不过,相对于高通在5G各领域开发部件完整,外媒点出英特尔在5G技术开发上明显落后竞争对手。 另外借联想先前苹果预计今年新风不会有5G功能,是否与英特尔开发5G晶片不顺有关。 而先前外界猜测联发科加重北美资源配置,并与有意争取苹果供应链有关,但迟迟未传出好消息,如今看来,越来越有影。 联发科第一颗5G多模数据晶片M70在技术上位居5G开发领先群中,在SUV6GHZ频段实测数据传输速率达到5000兆比特每秒。 首科5G单晶片预计年底推出,列较英特尔时间快,在苹果与高通交互,英特尔技术不顺,可选择对象不多之下,联发科出现机会大增。 不过,先前也有消息指出,苹果在5G数据机晶片也并非一定要迁就于高通或英特尔,苹果已经自组数据机开发部门自行研发数据机晶片,以降低对外晶片采购不稳定与依赖。 该部门已从先前的供应链部门,改例只属于IS设计业务,由IS设计总监约翰·斯劳士负责指挥调度。 分享分享留言列印